5號上午在台東施工所一樓大廳 舉辦一位年 撫養銀春書宏春聯贈送活動 秉承我們過去市場所聯繫下來的活動 我們的書宏主要是我們的國粹 也是我們的國寶 也是我們的文化 相信政府今天的這個活動 你們帶回去 相信在我們銀街傳現一年之際 有一個開始 有一個好的開始 這個很重要的意義 應該是在傳承我們中華民主的文化 稍後由市長張國舟主持開筆儀式 親筆寫下撫養銀春字樣 象徵陽年銀春那幅好兆頭 有年了 有年了 好 謝謝張市長 每年新年書宏 一大早都會有許多民眾 前來鎖取春聯 除了紅蓮上掛的春蓮之外 可以自由選取 民眾還可以將自己想要的吉祥對聯 請大師們特別書寫 書法是中華文化的精髓 新春期間 家家戶戶門櫚都會貼上應景春蓮 施工所這次邀請到 縣內八位住民書法家駐場 另外還提供自由書寫區 讓民眾可以自由書寫 我們高興來介紹我們的同仁 我們這位同仁是在我們的民政課服務 那他平常對書法就是很有興趣 那平常也有在練習 那這次我們就是特別來請他 來跟我們做民眾做一個服務 那那一年他也是都有 那所以只要公寓的時候 他都可以來參加 我拜託 那我們的林吉祥幫我吃 因為這要放在家裡 這樣好像比較貼切 那你給我們聽好嗎 你指責去拜託 充滿錢魂湖滿滿 天真歲月人真壽 積善人家慶有餘 只見八位名家 各以專精的書法功力 有的字體型態優美瀟灑 有的工整儘厚 同樣都吸引大批粉絲 耐心排隊 等候老師揮鴻正末 民眾可以自行挑選 中愛的春年對聚 裝飾門湄 藉此除舊不清 開心迎接新年的到來 東彈新聞張家瑋 台東市報導